我们来看美日新闻和德国之声叫板美国欧盟日本启动自贸区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相信美国会有所考虑 下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 就是目的报告 115个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 这说明一带一路这种国际化的举措是得民心顺民意 很多国家当然是支持大公报 这条消息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中导条约问题上 现在美俄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那么2月2号美国很可能就会退出中导条约 这条消息 中国外交部五合国面对面的交流发出重要的积极信号 什么呢 就是要维护核不扩散体系 这是非常关键的联合早报 那么这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欧洲创建新的支付机制 绕开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至少说明欧盟现在对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是相当的反感 所以不用美元结算 可以用欧元结算 对欧洲肯定是一个好事 这是来自于德国之声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是来自于南华早报 那么中国现在和伊朗在核问题的合作上 现在放缓了脚步 为什么呢 是因为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后面再继续来说 继续来合作 这条是军事消息 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已经下水很长时间了 服役很长时间了 但是它的飞行系统现在不断的存在故障 导致福特号航空母舰没有办法形成战斗力 这是新条其爆的消息 还有就是学生设计的一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开关保护器 用在哪 用在B2幽灵隐身轰炸机 价值多少呢 1.25美元 看来大众创业在美军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那么这条消息来自于星岛日报 苹果的华裔工程师涉窃商业机密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要继续关注CNBC 那么通俄门文件外泄 美直直而干预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黑客似乎要想抹黑谁啊 抹黑穆勒 这个穆勒呢 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对他反感 另外呢 特朗普也对他反感 两个人的公敌大公报 这条消息是中国时报脱欧的影响 英国去年汽车产量跌了多少 9% 确实脱欧不是一个什么好事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说的是缅甸 缅甸当地的报纸就说 缅甸央行宣布人民币和日元为官方结算的货币 如果美元要对我制裁的话 对不起 我就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结算 这说明缅甸已经开始转向 南华早报 看一条消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东方日报 五皇万岁 因为有马来西亚的国王登基了 相信这一天应该是放假 还有呢 针对马来西亚现在也实行改革开放 也希望能够推进其经济发展 为什么呢 希望能够摆脱贫穷迎接富裕的国家 另外一条消息 是个大消息 教宗首访阿拉伯 方基各破冰伊斯兰教 如果这两个教能够实现兵士前嫌 存在这种合作的关系 对于全世界的宗教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个福音 这是来自于中东当地的报纸和文汇报 这条消息 我们来看沙特大反腐结束 追回了多少钱 我们看这个数字 一千多亿美元 看来沙特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有钱 来自于大公报 下一条消息 驻古巴外交官在线怪病 那么加拿大的人撤回了半数的使领馆的人 那么之前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怪声是什么呢 是屈屈教 看来这个屈屈教在一个不合适的国家 可能会对某些人带来精神上的问题 精神衰弱是主要的问题 这是来自于法国 还有呢 就是保持火车运行 芝加哥要给铁轨烧火 其实啊 它是给这个岔道来烧火 因为这个班岔道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 火车没有办法来转向 说明什么呢 太冷了 这些岔道都已经结冰了 来自于星岛日报和芝加哥 当地的报纸 下一条是台湾的旺报 日本首相安倍将会录像 向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拜年 也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在2019年 有一个好的迹象 好的看法